- 《作词》 好啦!大家早安!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要跟一个年轻的帅哥碰面 好啦!很开心! 我们今天请到一个年轻的帅哥 阿威!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威! 我今年28岁,然后我来自台北 我是在2022年聖誕節當天抵達紐西蘭的 喔就是去年底的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跟大多數Walking High的人不一樣是 他是吃素的 喔~~ 你在這邊的這段期間 你也沒有遇到什麼你吃素不方便的地方都沒有 沒有我反而覺得跟我蠻契合的 喔真的喔 然後 然後素食飲食的材料啊對我來說也相對的比台灣便宜許多 喔OK 像是夜賣賣 對 他們這邊夜賣賣有一個品牌就是瑞典的夜賣賣在台灣很貴 一般都要100到200多台幣 那在紐西蘭的時候在特價的時候 他甚至你只需要花到台幣244塊就可以買到 喔那真的差很多耶 我反而覺得啊 輕輕許多 而且其實在奧克蘭這邊啊 還有那種就是台灣業者開的那種素食的那種 就是 呃材料 其實 奧克蘭吃素也是蠻方便的啦 而且一般洋人的Cafe啊 或是什麼 都有那種所謂的Organic Food 或是什麼 其實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 好消息喔 吃素的人 來紐西蘭 Walking Holiday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Key Point 然後再來就是你看他這個樣子 就是皮膚有黑 然後很帥很有型 就是 他是一個陽光少年啦 可以這樣講啦 半半導人啦 對 就是他又喜歡溜滑板 然後衝浪 對 他又喜歡衝浪 之前住在恆春 對 大概差不多一年 因為他有時候上班我看他 我注意到他都會溜滑板上班 對我都會溜滑板上班 就是他在這邊就一直做一些 就是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 有時候有點過分狂野 你總結一下來說 就是你從去年到現在 你來這邊Walking Holiday 你的整體的感覺是 好的嗎 我覺得我非常自在地專心在 與我自己對話和探索的過程 嗯 然後 然後 我也在這裡開始做我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 比如說畫畫啊 衝浪啊 嗯 然後旅遊 不斷地在創造自己和生化自己 哇 真的很讚耶 那我們來聊一聊現世面 就是 大部分的人來Walking Holiday 除了體驗一下國外的生活 對 然後列語言之外 我發現很多年輕人都希望能夠在這邊 賺到一點錢 然後帶著回台灣 對 那 所以 為了要能夠賺錢回台灣的話呢 你就是要 該省的地方就要省 對不對 那 我有聽說你有一個 撇步 就是 跟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嗎 就是說 怎麼樣可以讓你 住到免費的住宿 嗯 我在叫我軟體上面認識了一個人 然後他後來又follow我的IG 然後他 那 那當時我的狀況就是我會記錄我每一天的 每一個時刻 所以我po了很多的限動 包括 包括我po了上百個連數沒有人回應這個我都po 然後他就看到了我這一片限動 然後他就問說 他就問我說 因為他剛好買了一個套房 嗯 就是公寓套房 然後他剛好也在找方美 他就問我說 欸我們要不要出來 嗯 然後一起聊聊啊 如果我們契合的話 那 你可以當我的使用 哈哈 就這樣 所以 所以是交友軟體上面找到的 對沒錯 ok 這是一個 那再來我還聽說 你有在那種背包客的飯店當櫃台 然後去換免費住宿是不是 對當時在奧看你要有一個住的地方 所以我當時是住在背包客 那因為我之前在墾丁有很多的打工換算經驗 我想說 欸也許這裡也可以work for exchange 然後我就問了 那個 我就發現說 欸這間背包客怎麼其他員工 看起來都這麼的不正直 嗯 其實不太像很專業 對 我就問他說 喔你是在這裡工作嗎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他們是換宿的 嗯 對 然後想說欸也許我也可以試試看 所以其實我當時是有問到 我有問到 ok 所以就是 有兩個tip在這邊了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試著去問問看 有沒有辦法用打工換宿的方式 幫你換到免費的住宿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本身條件夠好的話 也許交友軟體上面會有人 免費提供你住宿 賣屁股 哈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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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來聊聊就是 找工作這方面 ok 就聽說你剛來的時候 有一個不是那麼愉快的工作經驗 對 滿我人生中從來沒有的 shock的一個體驗 那因為你之所以去找到這個工作 是因為你單純的只是想要衝浪 對沒錯 然後那個工作就是在海邊 對那個地點就是在 離奧克蘭北方一個 半小時車程的一個衝浪小鎮 所以你當時幻想就說 那這邊就跟墾丁一樣 對我就可以 跟墾丁一樣在那邊衝浪 那我只是隨便找一個工作 我根本就不care什麼工作 什麼工作都可以 結果這個工作就是 讓你每天每天一直工作工作工作 沒有辦法休息 對但前期必須要說 因為我 剛到抵達的時候是聖誕節 那當時就是 最忙的時刻 當時是當 就是當地紐西蘭 大家的 暑假 對暑假 這裡是暑假 呃旅遊勝地的地方 都會非常的忙 那我又在最忙的時刻 加入我基本上也沒有 很多的訓練 訓練的時間 我一天最誇張的工作 是超過12個小時 嗯 對然後 當時夏天 你有現在的狀況是 你到半夜9點 9點之後 才會天黑 才會天黑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一個地方 半夜間的時候才會天黑 所以在天亮的情況下 他們都會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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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玩樂玩樂 這就是他們的夏天生活 所以你當時 因為你剛來 其實人生地不熟 然後你對這邊的一些法規什麼 你也都不清楚 所以你就是默默地承受 那你在那邊忍了多久啊 我是忍了一週 我就一週 你就跑了 我就跑了 我就開始了 逃亡到奧克蘭的這個旅程 我沒有辦法接受 有人這樣對我 甚至用一些 不是你的語言 而去攻擊你 然後還假裝說 你聽不懂 所以當時我才選擇 要逃離那個 OK 所以就是那個 不愉快的工作經驗 大概就做了一個禮拜 就跑掉 但是你有拿到錢嗎 我有拿到錢 你有拿到錢 非常多錢 拿到錢你才跑的 肯定要啦 可是現在沒有幫你吃午餐 那你現在在這邊 待的時間也比較久了 所以說你現在也了解 這邊的一些 就是法規啊 各方面的狀況了之後 你就是要不要給 就是想要來的這些 年輕朋友們 一個建議就是 當他們如果在這邊 遇到一些工作 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時候 應該就是可以尋求 怎麼樣的幫助 逃啊 你這個建議很糟糕 人家叫逃 好我先講正規的 就是其實 在紐西蘭當地 你是有檢舉的一個管道 我覺得紐西蘭的那個 勞工法 他算是真的是 對於勞工來說 是非常友善的勞工法 就是他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你只要是有 合法工作的簽證的話 你享受的就是 跟本國人 是一樣的工作待遇 就是本國人該領多少 你就是領多少 本國人該是怎麼樣 你就是怎麼樣 所以你一旦發現 你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要提出質疑 你就要跟你的公司 提出質疑說 為什麼我會這個樣子 然後你要期望 他們給你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那如果說他們給你的解釋 你覺得你還是不能接受的話 你就是可以到勞工局那邊去做申訴 沒錯 這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 就是千萬不要覺得說 蛤 我只是個walking holiday 人家也不會怎麼樣 沒有喔 是一模一樣的法規在保護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這一點 就是你接下來的這幾個月 你打算 就是還要去哪邊 找找看工作嗎 還是怎麼樣 這樣子 我剛剛在奧看完成我六個月的 返店工作 然後 我再來就是要準備去做農業 然後去 研簽我的 我的簽證 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後去做跟農業相關的工作 這樣就可以再順延三個月 對沒錯 目前是在等 因為草莓季快來了 現在快要九月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在等草莓季 但其實你不想跟大家講 是你在等你的真愛啊 這一點我已經 這一點我已經放棄了 我發現 就是你在工作職場當中 你很容易交朋友 對然後你還去跟人家去打雨球 對不對 你還去參加一些活動什麼party 什麼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是你怎麼去拓展你自己的這些事 社交活動的 我其實很不需要很多朋友 但為什麼我們需要朋友呢 因為當你需要生存的時候 這麼現實喔 其實這一點我還蠻現實的 那當時我到奧克蘭的時候 是我最需要人脈的時候 因為我這裡完全沒有認識任何人 當時我一週我大概可以認識超過十個人 嗯 對 那你就是不斷的 不管是交友軟體 或者是現實什麼 你就去認識 那我覺得交朋友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個連一個 嗯 跟牛西蘭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友善 所以你只要說出你的需求的話 大家都會給予幫助 嗯 嗯 所以就是說你自己 怎麼講 就是說 嗯 你既然都來到一個 就是外地了 對 那你就是應該要做一些 突破你以往過去的事情 對不對 就算你不想突破啊 有時候環境也會逼著你 必須去突破一些事情 就是因為你要生存 因為你要生存 就是你要生存 所以你要找到一些依靠 就找到一些朋友 知道說哪些地方可以幹嘛 哪些地方可以做什麼 對 幫忙介紹住宿的啦 幫忙介紹工作的啦 或是幫忙介紹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對 當十一住行都穩定的時候 其實你才會真的的 開始享受預熱 那你覺得這一次的經驗 會不會讓你想要趁著你 那個年齡到限制之前 再可能去第二個 或第三個 我個人的話 是一半一半 一半的話 其實我蠻喜歡紐西蘭的 就是條件都足 人很少 然後在我環境非常的原始 就是你想要留下來啦 對 我想要留下來啊 鏡頭前面有沒有 有沒有 有固主的話歡迎招聘我 我的背景畫畫設計 鏡頭前面如果有 有要找珍愛的有沒有 遠落一下 要找珍愛的有沒有 歡迎提供婚欠 那另外一半的話就是 就是如果這個部分沒有辦法達成的話 那我就會繼續在各處流浪 就是把我這一生可以Walking Holiday的這個年限給用完這樣 是出流浪這樣 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的一半一半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能夠留在紐西蘭 你就留在紐西蘭 對 如果不行的話呢 等你這邊結束回台灣之後呢 你還會再繼續去申請其他別的地方的Walking Holiday 就不一定會回台灣 就直接申請到下一個國家 就是一直一個接一個一個 直到我沒有這個Walking Holiday 直到你的年齡都沒有辦法去申請任何國家的Walking Holiday的時候 然後也沒有留在某一個國家的話 留在某一個我想待的地方的話 我懂我懂我懂 好啦那就希望你能夠成功的實現你的願望 然後留在紐西蘭 對但我還是必須要提醒大家 真的坐在台灣非常的幸福 所以這裡沒有台灣來的 你所想的這麼的方便 所以抱持著一個 不要太公主兵的狀況過來 可能會承受不起 去嘗試當地的東西 然後多認識Local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是啊是啊是啊 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好啦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年輕又帥氣的 阿威來跟我們聊Walking Holiday的東西 謝謝寶哥 掰掰